大家好,我是James 我今天想介紹一個叫next.js的Framework 那next.js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react的Framework 可以在這裡看到 它的功能就是 可以在server就Render 你的app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像react,angular,view這種 spa,也就是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它們的特性就是 你在切換不同的頁面的時候 它不是直接去server下載整個畫面 它是直接用JavaScript 來更改部分頁面的內容 這會造成你的讀取速度會比一般的網頁快很多 這是它的優點 但缺點就是 有時候你要在客戶端抓取資料 也就是說使用者打開這個網頁的時候 你的spa才會開始用JavaScript 從server下載資料 那這會對你的seo 會不太好 因為google在爬你的網頁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爬到那些網頁的內容 因為你要使用者打開網頁的時候 才會下載那些資料到你瀏覽器 那 next.js就完美的解決這個問題 那 next.js有提供兩種不同抓取資料的方式 一種是 get static props 那這種方式就是你在 產生網頁的那時候 它就抓取這些資料 然後之後每次user 要開這個網頁的時候 它就直接傳給它 這個已經產生好的 這個資料 那 另一個方式是 get server side props 那這種方式是 它會抓取資料 每次user 在開這個網頁的時候 它都會抓取資料 然後產生網頁給這個user 那這種比較適合用在很常更新的 比如說 twitter它的首頁 它非常常更新 所以就比較適合用get server side props 那反之如果是用 你是寫一個部落格好了 那這時候你可能幾天才更新一次啊 這時候就比較適合用static generation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寫的一個例子 這樣比較好理解 我們在這邊寫了一個index 那index 它裡面用的就是 一般的抓取資料的方式 我在use effect裡面用fetch 然後抓到資料之後 把它存到state裡面 之後在這邊顯示這個state 就是非常一般的react抓取資料的方式 再來我們看一下serverside rendering 你要使用next.js的serverside rendering 非常簡單 所以你加一個get server side props 這個function 然後你在裡面抓取資料 再return的時候裡面 return一個object裡面包含 props 那這個props它就會自動傳到你的react component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我就直接把user抓出來並顯示出來 再來是static site generation 也是一樣 用法差不多 只是改成get static props 那用法是完全一樣 看一下實際跑起來是怎麼樣 可以看到 我在home這邊 這邊是一般的抓取方式 那我重新整理 你可以看到fetch先出來 之後這有一段時間落差 這個才跑出來 這是因為你打開網頁之後 它在客戶端才抓資料 那我切換到ssr 你可以看到我重新整理 它是同時一起出來的 因為你在server 就已經抓取資料 所以你拿到這網頁的時候 已經是完整的頁面 再來是static site generation 基本上也是一樣 你打開的時候已經是完整 所以這大概就是 ssr跟ssg的差異 那 其實這真的非常方便 它讓原本非常複雜的一件事 你加一個 這個function就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還蠻推薦 使用一下next.js的framework 那這拿來寫 像你要寫blog 或是寫什麼 基本上我現在寫任何的前端app 我都會直接用next.js來寫 那這就推薦給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大概這樣 下次見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